今世情願不負相思意 等待風華能開滿天晴 再次回看 , 開玩笑 暈倒了 、如果快要像雞蛋 , 就是你 , 啪呀 , 啪, 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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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天成韻皇帝赵曰 凌王府嫡女云洛西身为商女 屡翻七出之罪 荒唐无度不守妇道 此生活混乱并纵活杀人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跟我斗 这就是下一场 今天杀了你 明天就带兵去灭了你们云王府 我们沐王府就将成为最大的皇族势力 哥哥还是别跟要死的人废子 动手 我叫柳叶叶是一名职业兵主 我现在很着急 因为导演不让你给我细心 让我改剧本啊 而且必须今天改完 必须 小姐 您这些开出手教训名下沐家的小姐 都可是堂堂沐王府的一名 居然被人打了 今日的闪花大会 皇后也是再到 他们沐王府的人 真是无法无天堂大妄为 那奴婢说啊 小姐您是越来越惯着那些女人了 要是总这样下去 太子殿下的魂 咱们被他们这些夏季的女人勾走 刚刚太子殿下 也眼睁睁地看着你被欺负 撞着没看清楚走了 这都什么人啊 柳碧觉得 您必须要让太子殿下知道 谁才是他要娶的人 总这样下去 连个蚂蚁都能欺负您了 小姐 怎么半天不吱声啊 您听到奴婢的话了吗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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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你谁啊 干嘛穿着这儿啊 你玩cosplay啊 我是小月阿姨小姐 小月 小姐恕罪 奴婢一时气愣 奴婢不该说太子殿下的不是 太子殿下 啥情况啊 难道说我终于闹到小说中来了吗 就小姐饶了奴婢这一次吧 奴婢再也不敢了 就小姐了 你先起来吧 小姐 您饶了奴婢了吗 你这头都磕脱了皮了 疼不疼啊 别闹了 快起来啊 小姐不饶了奴婢的罪 奴婢不敢起来 又能了奴婢 咱那里 我先冷 对了 你刚才说啥来着 你说太子殿下 看到我被欺负儿不过 是 今日赏花会 小姐不舒服 本来不想来的 但想着太子殿下 今日也出席赏花会 小姐还是来了 但那可恶的慕王府 儿小姐欺负您 劝您不注意 要推您下水 虎宾早就看出 他们来之不善 让小姐早些去 皇后娘的那里 小姐偏偏不听 为何是吃莫贵啊 无计您血气掉到湖里 小姐不汇水 否则一定会吃大贵的 我为何会有些头疼啊 小姐被虎宾的护蓝 挡了一下头 自然会灭 怪不得我有些 记不清发生了何事 原来是撞到了脑袋 小姐 您说您记不清吗 那您除了记不清这件事情 还记不清什么 好 洛西妹妹 别人都去了园子里 你怎能躲在这里清前 我刚刚可是看到 太子殿下也去了园子里啊 醒起来 你再不去 小心她被各色的鲜花 她迷了眼 你该不记得你是谁啦 好一个木王府大少年木欢 真是当莽安然 就是这家伙把袁洛西给弄死了 我得要小心 这次改剧本 就是针对她 几日不见 洛西妹妹好像不认识我了 看来还真是不认识我了 看来还真是不认识我了 好久没见到你这副模样了 又是谁人有此本事 欺负了我的洛西妹妹 你告诉她 你告诉她 我被谁给欺负了 是木家大少女的妹妹 木家二小姐 什么 原来是木婉婷 这个死丫头 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 真是不成体统 回头我非得教训她不可 走 我带你去找她 我让她当面向你道歉 你不想去 我不想去 你害怕吗 是不是因为太子殿下也在 所以你就甘愿被人欺负 你能不能不说她 烦不烦 既然你不害怕 为何你不想去 我不去 你不是最喜欢热闹 我不舒服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不怕 哪有 刚刚听说 已被换了一下头 这是您好答案 全组杀 给你完成 赶紧 去给你完成 一会儿皇后见不到你的萌萌 坏就行 我也帮不了你 这个萌萌用的好心 你也只想用心 这个不会是我的药吗 来 小萌 你先把这个药吃 看看好用 小萌 你一定不敢 为什么会放那个萌萌 你一定真的不敢吃 让你吃你吃就得了 哪来的那么多费 一点都不同 好一个梦幻 真是阴险至极 小萌 小萌你醒醒 小萌 你醒醒啊 洛西是被何人欺负的 不敢来这儿了 来 快到姑姑身边来 你将谁欺负了你 说出名字来 姑姑看看 到底是借了哪个天大的胆子 敢在这皇宫欺负了你去 没多大点事 算了 皇后娘娘还是不要追究了 看来真是被气到了 今日可是连姑姑都不喊本宫了 你就说说 不要怕 有姑姑给你做主 我倒是看看 是借了哪个胆子 敢欺负本宫的侄女 就是 洛西美 有皇后给你做主 你还怕什么 你就说是谁欺负你 姑姑定为帮你 惩治那群不知天高地厚 母后 儿臣觉得 这事太小题大做了 这无非 就是几个龟宗女子 嬉戏打闹罢了 说欺负 那就大了 况且洛西妹妹 可是连父皇都敢顶撞的 谁能欺负了她去 太子皇兄所言正是 不过是龟宗女子 嬉戏闻乐罢了 谁不知这天朝上下 云王府的洛西妹妹 不欺负别人就算了 谁还欺负了她去 就是 洛西妹妹 不但是云王府的掌上明珠 亦是皇后娘娘的心头宝 就是借给我们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欺负了她呀 她不欺负我们呀 就不错了 前几日 屋府上一个外家的表舅 在街上呀 不小心得罪了她 她命人劈头就暴打了一顿 如今的表舅 还躺在家里 下不来床呢 这事儿娘娘怕是也听说了的 少儿妹妹 所言极是 昨日 我听说 洛西妹妹带人去了西街 最火热的淮川楼 还将淮川楼 这把火给烧了 而且 还命令人 不让里面的人出来 真是可怜了 淮川楼的数百人 这死的死 伤的伤 这事儿闹得大 据说今日 不少大臣都上朝 参落西妹妹一本呢 竟有此事 没想到她刚刚到来 就摊上了这犯罪的大事 先前还以为 这身体的主人 只是坏脾气而已 没想到嚣张到这样的份上 打人放火 简直是 无恶不作了 自然 正有此事了 这件事儿 在京城已经传开了 怕是此时 已经传得整个天圣 上下皆知了 母后这两日 为了不止赏识会知识繁忙 一时不曾听门而已 我说呢 就算是 乌父再怎么包庇洛西妹妹 怕也是赌不上这朝中大臣的谈和 和天下悠悠之口的 洛西妹妹 这回的事情可是闹大了 允老王爷 去说一气之下 悶病在床了 母后 据儿臣所知 父皇今日 并未出早朝 谈和的折子 都送去的御书房 儿臣也不知道父皇要如何处置这件事情 不过 外祖父云老王爷 欺病了倒是真的 你可有去云王府 看望云老王爷 可是严重 父皇不早朝 就去过了云王府 外祖父病得 太医院的院手 张老太医 却可外祖父诊断的 据说是气血攻心 开了方子 说是 不能再动肝活 好好调养一阵子才行 怕是 没有十天半个月 下不来床吧 父亲竟然这么严重 洛西 你当街殴打人也就算了 竟然还火烧怀春楼 简直太胡闹了 姑姑 您只是其一不知其二 这件事侄儿知道 也着实怪不得洛西妹妹 据侄儿所知 洛西妹妹是被有些人挑唆 说太子皇兄去了怀春楼 这她才带人去的 可怀春楼的人着实可恨 居然不给一句正经话 还要将洛西妹妹抓了保官 洛西妹妹是气急了 这才一把火烧了那怀春楼 姑姑您也是知道 洛西妹妹一颗心 可都是寄托在太子皇兄身上 她怎么能忍受皇兄去那种地方 自然是放火烧了怀春楼才是 这缘也没错 再说了 皇兄怎么可能被怀春楼那帮子 狐妹子魅惑过的去呢 还有这一出 我昨日虽未在场 但也听说了事情的始末 是这样的 洛西妹妹 胡闹 你一个堂堂太子 怎么能去那种地方 也不怕污了你的身份 母后息怒 儿臣的确是去了怀春楼 不过 是奉了父皇的旨意 去调查一点事情罢了 况且洛西妹妹去的时候 儿臣早就走了大半想了 儿臣从小就在母后身边长大 悉听母后教导 岂是那种不顾德行之人 倘若母后还是不信 去问父皇便是 本宫就觉得 你也不是那么不知简点的人 原来是皇上有命令 这就怪不得了 那种地方还是少去为好 狐妹的伎俩 别平白地污了你 儿臣谨记母后教诲 嗯 洛西你也太放肆了 虽然那种地方污秽 但你也不能叫人烧了 还不让里面的人出来 那可是活生生的人命 哎 想着这个身体主人的人品真差呀 一个执行后又看来也没有 洛西 你听到本宫说的话了吗 听到了 皇后娘娘明明说看我被欺负 要替我做主的 怎么反过来就教训起我来了 那种肮脏的地方 我早就想烧了 唉 你还有理了 闯了大祸不知道想办法补救 还给本宫在宫内生事 看来是以往本宫太过纵容你了 才养成了你这个无法无天的性子 来人 将这个闯了大祸 居然还不知道毁过的混账 给本宫押到刑部大牢去 等待皇上发落处置 我都是因为你才烧了怀春楼的 你就忍心看着我被送去 刑部大牢而不救吗 你真是老心狗废 我天圣皇朝 历朝已有百年之久 自始祖皇帝起 便对你云王府后外有加 云王府女子 更是德才兼备 不思一高 自小寿宫廷礼教 恪守严谨 乃是所有归中女子之典范 也因此 圣祖皇帝永迅 天圣皇朝历代皇后之位 都由云王府女子担任 这是云王府天大的殊弱了 他也相信云王府教女有方 可是圣祖皇帝再云名神明 也难以料想百年之后之事啊 更是不曾料到百年后云王府会出如此品端不淑之名字 这实在令人失望 也难以料到百年之后 否则如何能母仪天下 本殿下一直不明白 外祖父怎么能任由你到如此境地 居然还以为宠明 这实在令人费劲 如若不处置了洛西妹妹 儿臣真恐怕她将来干出更大更无法无天的事情来 昨日是烧了淮春楼 难保哪一日不纵火烧了这皇宫 儿臣虽然痛心 但还是希望洛西妹妹自此改过才好 儿臣还是带洛西妹妹求上一求 毕竟此事皆是因儿臣而起 母后千万对洛西妹妹 不要罚得太重 小乙大戒就好 这一番说辞可谓是如若宠情 先对皇后小乙厉害 说不惩戒她如何如何 然后再帮她求情 但自始至终也没说不将她关刑部大牢的话 这太子果然厉害 皇儿说得不错 他仗着云王府和本宫的宠爱是越发无法无天了 昨日是火烧淮春楼 指不定哪天就烧到皇宫去了 本宫念其娘亲早逝 对其一直宠爱有加 竟不成想 灌成了她这嚣张顽固的性子 姑姑 刑部大佬 恐怕洛西妹妹的身体扛不住 不如先把洛西妹妹关进我慕王府 我们来管教 好吧 那就交给你们了 莫欢可是心狠手辣 虽然我现在躲过了莫欢的主角 也躲过了皇后的心法 但我要坚持到大结局 才想把剧本修改完 否则我就该被炒鱿鱼了 连我的实习工资都拿不到 不行 我不能死 不过千万不能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大小姐这是干什么 久闻穆公子仪表堂堂 风流倜傥 是好多女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我云洛西虽然想嫁给太子 那都是父亲的安排 其实 我是喜欢穆公子的 不知穆公子觉得我如何啊 放肆 你虽是云王府大小姐 但是你伤你的身份不要觉得我不知道 你利用唱歌跳舞寻欢做了新穷贵 增加你们云王府的势力 暗中与我们穆王府作对了 真是挺不知耻 如今你落入我手中 你 谁又死了 你弄疼我了穆公子 你 我可不是穆公子想象中的那种人 云王府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 竟然令云大小姐的名节也不顾 在下真的敬佩 敬佩 我遇到真心喜欢的人才这样的 我可是个保守的人 云大小姐先好好休息 好有力气上路 完了 看来这招没好用 穆欢这口气是不把我弄死不行 这是要把我弄到小树林里 安帝把我杀了呀 不行 我得主动出镜 不能坐以待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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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大小姐 这么晚了 来我这里做什么 来 木公子 叶色尚早 咱们共烟齐备 对不起 我不能饮酒 我有心情 受不了刺激 既然木公子不能饮酒 我需要 你 我可以 祝我想 我需要 爱 我 跟 云大小姐 何时让你如此闻闻不来 好一个梦王府大少爷误会 怎么回事自己还不清楚 明明是心里想杀了我 外表还装作一无所知 可真是个狠人 洛西伤女出身 每当饮酒就想唱歌跳舞 不知沐公子介意不介意 对不起 云大小姐 本人的歌舞并不感兴趣 沐公子不要这么说 今天我就给你办个心了 一切像梅花 一切像梅花 一切不能叶末 一切不能叶末 就在最爱之后 你 着眼泻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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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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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温公子 你会喜欢我吗 不愧是羽莫夫的大小姐 令我梦幻 都为之所动了 来人哪 把云大小姐抬回房间 哥哥 听闻昨晚 云洛西去你的房间勾引你 妹妹不要乱说 哥哥 你要想清楚了 云王府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 云王府要把云洛西嫁给太子 他们要成为皇族的第一大势力 肯定 会挤兑咱们云王府 不如 咱们先下手为强 把云洛西给杀了 到时候 看他们云王府 怎么跟咱们云王府动 我堂堂中文系毕业的编剧 改个人物命运对我来说还算难吗 我一定将让云洛爱上云洛西 哎呀 我说 怎么大老远就闻到臭味呢 原来是云大小姐在这偷吃榴莲啊 什么偷吃啊 我这是看院子里的榴莲手都掉地上了 捡了回来 再过云王府什么吃不到的 你怎么能说我偷吃呢 说 昨晚你把我哥房间干什么去了 干什么用你管吗 穆家二大小姐 上次你把我弄受伤的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还敢跟我找事是吧 瞧个你厉害的 你一个伤女 除了唱歌跳舞 你还会做什么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伤女的厉害 小姐 你给我 小月 小月你咋真没用 连那俩侍女都打过 小姐 您就别外扑我了 我这么弱小 而且还是一个打他们两个 我太难了 小月放心 这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好 如今咱们被困在沐王府 只能忍气吞伤了 今天我就要把沐昏给搞定 放了咱们回云王府 小月 你一会儿想办法给我弄点活欢笑 伤口还疼吗 不 乌公子 你怎么了 我救了贺欢香 早看 小月给我的解药好像没有用 木公子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一旦这种时候 就是考验人品的时候 木公子 你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啊 不过 木公子 我不会怪你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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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好 来 木公子 你醒醒 和幻想啤酒是会死人的 既然如此 你说过你喜欢我 你喜欢我 我不会 不会辜负你的 你会不会辜负你的 你会不会辜负你的